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9S》的討論 加到一個新的組織 亂入的MK3 剛才我們講到《9S》的故事裏面 每一次他都會用一個很多線的不同集團的故事 將他最終匯聚成一條 群像劇 只不過是多勢力 多配角 他會在一個故事舞台裏面 他分了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去切入這個主要故事裏面 最終匯聚成一齊 去解決這件事件 未必可以解決的 例如說 如果你說《天國之門》那麼多勢力參與的時候 是搶奪這件事 最終有一個故事的Ending 匯聚成所有的分支 然後到最後去到故事的結局 這樣的套路 好地上戲劇表現手法就是 可能在一場大戰 可能在一個位置裏面 整個石子都在打對方 可能全部人都在一起打 但是各自在打對方 你會看到故事就會有很多分支 各自在打 但是一直在一場大戰 就表現出來 好像一些荷里活片 之前變形金剛 就是一個主線 然後其他有很多支線 但是變形金剛 不是最主要都是兩個勢力嗎 還有人類呢 人類勢力 狂派紅波派 三個 美軍 再加上主角 再加上主角視點 主角是另一個視點勢力 又不是那個勢力 不是 其中一個勢力 但是他的視點是另一個視點位 但是你說9S裡面 其實會看得出的就是 由第一集開始 到現在 我們用第九集去做 分支 分開 分開 因為第十集 第十一集都未完 我覺得會有個 我擔心的 我不是說他 未必真的寫得不好 我擔心的是 他分得太散 太散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去到後期 我想是去到 由第海星篇或者Adam篇那裏 開始明顯了一件事 就是 他太多人分開了 去做不同的事情 而你會最終見到 就是那一章裏面 可能每一段的故事 都只是佔 一兩三板 然後就會再跳去下一個段落 即是太多角色了吧 程度上來說 對 因為他的配角都有很多表現 配角量 即是他要說了那麽多條分支 你才明白整個整體的故事 而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就會說 其實他抓到故事很散 在某些位置 可能某些位置 尤其是 在說一些重要事件 然後他在那個位置暫時停止 這是劇力問題 當然我明白 就是這個手法 這個手法問題 就是牽動著你 究竟之後發生什麼事 但是 用得太多次了 你每一個位置都要這樣記住 可能你說 如果好像我這樣 我一次過看完 問題沒有那麽大 但是如果你是逐期逐期看的人 就很大件事了 就很容易會不記得劇情 所以他每次都好像有誘惑 才去一個地方打 打人論言 但是多視點劇情 這些是無可避免的 我只是他 多視點劇情 他是可以分 但是他分得太多了 他沒有理由 講完一個勢力的視點 從頭到尾 然後從頭到尾 然後從頭到尾 我明白這個意思 我只是他 人家可能分三至四條線 他分了七條線 八條線出來的話 這個就是過量 我覺得是過量的問題 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我認為他是過量 而令到很容易拉散的劇情 就是你突然間這裏 就會斷斷續續 因為其實也是 其實他一個勢力裏面 每一個角色 都會有一個運行 一條線 例如海星那裏 你七圓咀 七圓咀 七個人都可以有些故事 沒有人七個人都可以寫 但幾個人都會有些故事 你不是海星是一個海星的故事 你Adab任 就不只是Adab一個故事 因為你 Adab有些人 會去跟海星自己打 所以變了 就算加上 還有這個 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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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主角的線 他們那些線 又是分開出來的 就不是歸起那個勢力裏面 所以就拆得很散 我想大家對拆得很散的數量 我用最後一篇海星篇去分出來 有幾條線 首先 男主角 和女主角 他們偶然會分線 我視為兩條線 然後接著 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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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八代 他上司叫什麼 他上司叫 伊達 伊達 他又是分了兩條線 然後 伊達很少 不是 伊達是很多 球體實驗室那裏 伊達和對方的海星大佬都有 然後伊達線裏面再有一條什麼分線 瞞了那位科學家的女性線 那裏也是另一條線 小野子 三角亂 三角亂 然後 然後 海底 海底 海底的自由號 七元序裏面其中兩個 伊達 一野先生 一野先生 也在下面 也是一條線 然後上面 到海上面 海上面的 首先 馬爺就是戰力以外的線 他去找真相 然後 北佐 也是另一條線 勇次郎也是另一條線 然後 然後 你把所有角色都說出來就可以了 那條線其實很隱約 其實很隱約 我當這個不是 然後 上面 阿克 採自由號上面 阿克木 那一個 策劃 即是幫 海星策劃 那個 海星大佬 海星大佬 那裏有一條線 然後 你出去 阿貞 阿蒙 那邊 也是一條線 遺產部隊 即是說 在故事裏面 他角色很多 當然他們是會在同一個舞台上去打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這樣拆開了之後 當然 我會贊助作者一件事 他不會忘記一些線 因為我看過很多輕少女作者 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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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條線 不知道他在哪裏 我贊助一件事 就是 他能夠將線 如何匯入在一起 這件事是做得好的 但是 我會對那個 擔心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真的拉得太鬆 那他們有兩個作者 可能有一個作者 喜歡這個角色 兩個作者喜歡另外一個角色 應該就不關事 他純粹是多角色 但是他描寫方面 我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是 有兩個作者優勢了 因為可以管理到這麼多條線 所以有客人 可能是他 因為這個優勢的問題 而做了這件事出來 是的 不過 這個的確是 因為其實海星編 是的 漏了 還漏了封間線 虛擬景象線 這個其實應該是劇頭的 不過anyway 但是 其實我覺得海星編 是比較極 因為海星編 是一個鐘局 算是 誰先 中煙的鐘 一個是上 中下的鐘 中 是真的中煙的鐘 不過是中了一個 Adam編 天國之乎編 也能夠放下來 天國之乎編 那些殘餘的東西 就一次都放下去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是作者出色的地方 這個是他聰明的 他終於知道劇 玩大了 他一定要去解決 沒有 我不覺得他知道自己玩大了 他又去俄羅斯 又去美 然後 你不就像我們看電影一樣 這個角色太難寫 死了 那種感覺就好像少年說 都要有一個編章編章之間的一段 對 編章編章之間的 你要先死一個魔王 所以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我才知道這個特別 真的是一個清算 所以最後那些七元聚 海星那些人已經退場了 然後就會有些解決 七元聚 我覺得也沒有退場了 七元聚還沒有 七元聚還沒有 有些什麼有雪德 還有一個老人家 那個老人家 那個老人家 簡直是有之所謂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那裡總之有一個位置 是一個end point 有些細靈應該已經退場了 所以其實西伯你有一篇 為什麼突然之間去講俄羅斯的勢力 就是因為 他不想再 將日本的勢力 暫時放下了 開一個新天章出來 先降溫 如果你要記住再這麼多 然後再添加新勢力 就只有七國禁亂 但是七國禁亂都死了 我覺得OK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其實海星那裡 七國禁亂 是很明顯見了很多 北的出現 我先講一個大家應該都拼不到的筆 嘗試說 大家記不記得 八代和馬門對決的時候 八代就利用這個計策 進了壓力室裏面 令到他們要兩個禮拜後才出來 溫了到下棋 對 而這個設定 配養感情 大家都清楚 壓力室是因為潛水潛到某一個深度 然後就要去減壓 才可以 如果不然馬上出來 你的肺就會爆掉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偉大的男女主角 他們當男主角在深海裡 神勇地救了女主角 然後潛入自由號之後 他們用了一分鐘都不夠時間 就由海底二千多米 就彈回到上面 你當你是和神之血 沒說過二千多米 他的地點是222而已 煙惡會爆的 你當這是和神之血的附加功能 女主角管理得很好自己身體 所以沒事 就OK 男主角要死了 真的不行 因為和神之血 我們剛才說了 就是和神之血撤獲的人格 身體上真的不會有變化 沒有 其實和神之血的話 有沒有看過穴記 有 就跟遠野至貴的身體內的 吹魔之血差不多 都是有些什麼事 因為這個我看大家去的時候 剛剛才說完 剛剛才說完 這個好處是 哇很厲害的契招 真的混你兩個禮拜 然後突然在下面兩個禮拜 都不用 就上回來 我那一刻真的笑了 我真的 那你不好意思叫他們 就這樣爆了 你那個感覺就是 因為那些線 一定要推 不要讓它停下去 所以就一定要 保持了筆 不是 我覺得是因為太多東西 這個先說一說 但是他們在海星 沉了海星裡面 會不會不受傷 因為糾珍和魷魚 是穿了潛水衣 潛水衣 潛水衣出去了外面 都有壓力 都有壓力 都是一樣的壓力 然後他們回到舊自由 再上來 這個潛水衣 其實就是Adam的新科技 其實超科技 不受這個影響 是遺產 有任務就搞了兩個星期 撥到你 你這樣用遺產去撥 他沒有說是遺產 我不知道 當然輸也沒有說 作者是 我會看到 為什麼我會發現 那個問題就是 真的太多線 其實對作者來說 都是一個負擔 他做到面面俱全 就是他厲害 但是很多時候 你太多這些支線 他可能每個小的故事 他都可以去 或者是合理 而且很多時候 其實本身就是 他每一場戰鬥 用一些科技 用一些方法 他都會解釋一大輪 為什麼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作者是忘記了 那一刻 他忘記了 男女主角 是由二千多米的深的海底 飛上來 不知道會不會有保護 不過也算是百脈一疏 說真的 是很筆的 很難避免 但也算是比較少 這些情況 只有一個 一兩個 其實我也不算 只有一個 不過個人的理解不同 當然 但始終他因為 他沒有硬科學 但始終他有科學性 他講得出這兩件事 就有時候一定要兼顧 至少百脈一 是兩個星期才會出來的 是的 還有裡面可以卡女 簡直一流 這是劇情的需要 也是羅力空的需要 另外 我想要講一講的 就是其他配角 其實大家對誰的配角 老實說 配角裡面 如果性格或者黑話裡面 我覺得寫得最好的話 一定是伊達和百脈 伊達和百脈 伊達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百脈完全可以開這條主線給他 是的 我現在其實是想開的 我覺得 他去到後面的蝙蝠都 外傳他完全是出彩 有追女線 有主線都有 不是有條男男線 他跟他手下的互動 但兩個男人來的 百脈也真的有幾出精彩 他說他是白鎮家人 他有兩次跟那個女生截鬥 一次就是靠扮出虎磨 他出那招 榮神明神 他講的超編 總之是 明神殺 明神殺 他扮出那招 最後是偷走 開槍 對 其實偷走 先傷了他一次 第二次就在血鬥 真的出了一招自創明神殺 很威風 其實白鎮的角色也有幾多氣憤 但我對他來說 其實他在欺負小鎮 其實他有這樣的實力 但他自己隱藏了 我不是說他的實力問題 因為我對他在整個故事裡的表現裡 其實他做得很出色的事情 就是任何時候 他都會用他自己輕挑的 口問去表現他自己的性格 而你也會看到 當發生一些很危急的時候 你要看到在對白裡 他不再說這些 你會感覺到 當一個經常輕鬆鬆的人 人們都不能夠在這個情況下廣接 你就知道情況多嚴重 開了這個認真模式 就是一個能力這麼強的角色 去到這些情況 他都不能輕鬆面對 一定是一個很絕大的人 很嚴重的 伊達也可以 伊達他的性格 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這樣 做一個對比 伊達我會覺得是另一個 好的角色的原因 就是他對自己的原則 因為你知道 很多作者很喜歡 將一些原則很厲害的人 寫一寫一寫一寫 他的原則就會沒有了 寫一寫一寫 但至少 我想由這一方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 由他和魷魚的互動 你會看到 伊達始終如一地 他沒有去變過 即使他可能心境上 他真的變過 他覺得可以信任 但在規矩上 他都會覺得 這件事是危險 我都照打讀在你身上 這件事其實 如果你給一般的作者去寫 同一個說 我信任你了 你去吧 加油 第二個作者說 伊達很快就變了 伊達的確是 那些很傳統的動畫 裡面的那些 男長 司令裡面的 鐵面無絲 正義嚴肅的角色 但他很多 就是說 頭那幾集 前半就會是這樣 但後半已經變了 我覺得非常好 他能夠保持這件事 而且我印象深刻 就是黑川 就是海星的首領 黑川 以前是他的手下 最後你連同師分開了 海星 他們是同期的 同期的畢業生 同期的畢業生 他最初 黑川是很崇拜 伊達 因為他有一個很崇高的理想 對著任何事情 都可以堅持 鐵面無絲 但當他去到後期 他看到他好像有這個讓步 他就覺得伊達已經變了 我以前認識那個伊達 所以他要做第二個伊達 沒錯 所以就會衍生到海星片出來 即海星沉落大海 即那一架船沉落大海 最後是伊達和他們兩個 互生敬禮 兩個在深海期間 都還可以回某一望 大家點一點大家 又要扶本 這樣就出來了 男人之間的交情 在這條線方面寫得不錯 這肯定是女作者的意見 各個角色很分明 至少他們兩個 大家都猜到 大家都很了解對方 你的敵人是最理解你的 最了解自己 很多故事都這樣寫 但最起碼他寫得出這個味道 我覺得 在故事來說 你也不會覺得黑川 雖然作為一個反派 你不會覺得他討厭 你不會覺得他 他很形造到理念不同 所以要產生對抗 或是一筆鬥 不是那些為惡而惡 那種的理念 互相碰撞而生的字 現在很流行的 不會說完全的惡人 因為其實 這些是日本的創作 很流行的 他不希望寫到一個角色 壞到無藥可依 真的為惡而惡 他不會寫一種純粹的惡 他不跟美國漫畫 或者美國作品 就是我壞人就是壞人來的 哪有這麼多道理 你看蝙蝠俠裏面是小丑 為惡而惡 他完全說 我是這樣的 那你想怎樣 殺了我一笨 是不殺你 但有時候 如果看作者的功力 有些他可不可以做到一個信念 是被說服到一個讀者 這就是重點 所以黑川做得好 他的信念 真的覺得他做的事是沒有錯 兩個都沒有錯 兩個都是對的事 但哪一樣才是正確地做出來 才是重點在這裏 如果我記得他說到海星那裏 遷滅那些用遺產的人 其實都是 都說到的確有惡而惡 因為他為了世界 去阻止這些人去用遺產 但是他採取的手段 就會比伊達更加嚴 所以這裏造成了程哲瑞 那裏都說到名 是會動搖了魷魚的 所以這方面的理念 他的素質是很不錯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本身在整套9S裏面 故事的核心 其實都會在說 其中一個點題就是 科技的善惡 和人的善惡 和理念 這幾樣東西 集中去討論這幾樣東西 主要是因為 當產生了一種科技出來 你怎樣去用這件事 科技其實是沒有分善惡的 看众那個人是好人能的壞 但我又覺得不是 創作那個人已經很惡 創作那個人沒有道德的那種觀念 他也說過 剛才好像爺爺這樣說 他一直很強調 勇次郎根本是沒有想過 道德層面的問題 純粹覺得 這件事是可行的 那我就發明出來 但你怎樣去用 是與我無關的 但是如果你用人類的角度 勇次郎都是因為他沒有故道德 就等於了惡 道德來講就是滑世人的標準 但是他就因為沒有這種道德 他才創作了這麼多超科學的東西 即是科技 那個科技本身 依然是沒有一個惡意的念頭 創作出來 只是一個沒有念頭 創作出來的可行東西 而裡面其實你會看到一件事 那些人為什麼會覺得 封島勇次郎是一個罪惡的存在 是因為遺產科技 令到世界有很多人死亡 但用那個人不是他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超科技是世界上的一件 物以罕為貴 那件東西又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會導致人的貪念出來 就會去搶 搶奪的時候就會有紛紛 不是用那個人 所以說 你不發明這件事就好 即是等於可能有個大魔王出世 然後他怪他爸爸 你不殺他出來便好多 好像核兵器那樣 這個例子會不會有 所以他會有這件事 所謂對科學那件事 他會有個價值觀在裡面 其實 我想他前 即是他內在意識就是說 究竟科技進步 對人類的生活 會有什麼影響 會有這種意念 沒有什麼 最深刻的影響 意思 那件事出來了 究竟對人類造成一個好的影響 一個壞影響 但是如果以現在的探討方 如果以以前的故事方針來說 都是壞影響偏多的 也不是 即是Adam 他們都可以用科技來做好事 即是阻止其他人做壞事 如果他們沒有那些科技 他們連阻止也阻止不了 譬如說你現在現今社會 譬如說你的科技進步了 但是你產生了很多污染 究竟會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好 究竟好還是不好 但是最根本的地方 始終是有科技存在 才會有這麼多事發生 所以他的角度 變得以壞居多 很難去做到一個很好的東西 讓科技都可以用來好的感覺 最終就是要等這個 魷魚和勇慈狼對決的結果 才可以知道 或者最終是說 因為魷魚也是遺差結晶品 算是一個 可能魷魚就是 其實是遺差的部分 是遺差的部分 我想你說其實魷魚的定位 就是因為暫時來說 那麼多故事裡面 那麼多的遺產 既身為人類 亦身為遺產的 只有魷魚一個 風格不算 風格那些 風格不是人 可以用人的標準去看他 所以就是用魷魚 他同時間有兩者的身份 他怎樣給世界的人去看 以及他怎樣看世界的人 其實這個 所以他故事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 當然你說 這件事都未寫得好 因為魷魚本身 對這件事都不太敏感 他依然在這裏 由一個媽媽變成一個少女狀態 出心蕩揚 喜歡的那些 如果你有看短篇的話 就收入知道 他完全沒有常識 最後 其實我還想有 他裏面有一個位置 我也想討論一下 其實這個位置 我真的覺得寫得不好 你說之前那些 我還覺得他有可取之傳 說出來 反駁你 就是講這個珍穆家的情報 情報操作和情報戰這件事 在9X的故事裡面 其實寫得不好 哪方面寫得不好 每一次都玩完 因為其實在我們認知情報戰 其實除了掌握真實情報之外 他怎樣運用情報 令到世界去取向某一個流向 其實才是其中一個重點 但是珍穆家的擔當位 就是什麼呢 就好像你在Google裡面 打個按鈕說 我想要這個情報 跟著就會彈掉那個情報 即是他裡面 是沒有生物過任何假情報 或者情報操作的東西 在裡面 可能他已經過濾了 因為可能譬如說 他的情報量 可以吸得這麼多方面 他可能已經可以 完全過濾到假情報 而這方面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 因為本身就是伊達他們的組織 其實他們都有很強烈的情報網 其實兩者 在故事裡面 我真的看不到分別 他們就說 去到後期 咦 你有什麼情報 你用這個情報交換 我用這個情報交換 我用這個情報交換 好嗎 等等 ADEM那邊 就是Adam那邊 他的情報網應該不夠珍穆家 但是珍穆家也有些事情不知道 最大的問題 最起碼是麻野的問題 他講聰明的地方 就是說麻野只不過掌握某一個區域的情報網 其他的成員就控制其他區域的 他未必知道 但我覺得說明的重點就是 你情報戰並不是單方面給予情報 是最有勇勁的事情 在情報方面應該有情報戰 就是你要發放一些東西誤導對方 令對方陷入局面 而我是想打到真實的 才會在情報上有優勢 不是情報 他那樣東西就是說 他資訊上面的獲得是多 但是你獲得多的時候 你獲得多的時候 你獲得一價的情報會更加多 不是 他自己會過濾 我不是只過濾 我只是他要發揮 其實麻野一直發揮不好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純粹成為一個NPC 去給一些Hints的情報 他是一個Google來的 他是一個Hints的情報 其實你說如果要發揮麻野的角色 就是好像打情報戰 我先不論就是說 可能他真的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作為珍穆佳的其中一個首領 他沒有理由在情報操作方面 他沒有一手 而在九集裡面 他暫時來說 他不需要應用情報操作 如果他真的要幫抖爭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在戰鬥力上 他沒有可能去幫到他 他要在情報上 情報上可以怎樣去幫到抖爭 即是無論好像說 其實張獲得的情報 告訴抖爭 情報交易 其實有些情報對抖爭是沒有用的 他知道也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在他 麻野的戰鬥層面上 可以怎樣去刻畫他 而很多時候 最終就是沒有用 最終就是 成為一個解說員 難道就是 多多多 然後下一篇就解釋給大家 原來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看到張獲說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 當然我們大家不知道 最後就告訴你 其實對角色沒有幫助 而對劇情也沒有幫助 其實是 劇情是幫助 只是給了一個 訊息出來 讓兩個男女主角 就可以發揮的行動 於是這樣就可以過去了 反之就是你說 如果你說說到 真木架 壓立於這麼多年而不倒 只是純粹給真情報 我不准 只是純粹因為情報多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有真情報 而不會做他的情報操作 就是發放一些假的消息 他有做過一次 是天堂之門 後面那個城市 因為 不知什麼 因為希望市 希望都市 希望都市 他不是 去到後面 不是說 因為 什麼叫疏散 要疏散 就是要殺光他們 對 要疏散 那裏做過情報操作 做一次 唯一一次 但是 那裏的意義不大 其實那裏 只是疏散 你不是欺敵 欺敵就很難 對敵人 我先分量 就好像說 不要說對外在的部隊 真木架內部自己都有一個鬥爭 他們的鬥爭最大的能力是什麼 情報 情報就是掌握了他們實力最大的一部分 掌握情報都有多少 他們的情報就是 大家都只是說真的情報 也不會說假的東西出來 他們幾位都非常老實 他們真的很討厭 他們真的很討厭 他們是未講過假情報 他們是因為這樣 他們的角色很討厭 但是打情報戰 不是這樣假的 但是 我想 往程度上 聰明的一部分 作者 我想作者自知自己 情報發揮 是做不到他 剛剛說的地步 就是打情報戰 最多吸引情報 然後推進劇情的地方 所以他將那樣打情報戰的東西 歸了下去 麻爺哥哥 或者那個首領 即是那個 真目不助 在那些地方 他們才會玩這些東西 但是作者 因為他們不會提到他們的事件上 所以就不用寫這些東西 所以變成 可能真目家 依然是說 可以拿成旗號 其實打情報戰 那些東西很厲害的 但我不寫 可能利用不到 我希望 如果你說他繼續下去 我希望他寫回這些東西 因為始終就是說 無論 對超科技 對伊達那幫人 其實描寫已經很足夠了 他組織內部的結構 他們住在那邊 分分之吃什麼 他已經講出什麼地方 但是 唯獨就是真目家 很多東西都還是謎 你只知道就是 禍神之血 他們說 我有禍神之血 我超強 只是這件事 但是難一點 現在還在偏向禍神之血 現在就不只是 鬥爭和 匯合了他的 心目不助 去打 他還在 放在禍神之血的焦點上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掌握情報的人 就是你 一個這麼危險的人 很多人都想殺他 但是 又不敢殺他的人 就是因為什麼呢 發症家 很多時候 這類型的角色就是 就是說 我可以很簡單殺了你 但是 我在這個 這個世界上生存 我需要情報 我不擔保某一天 我會需要你的情報 那我不如不殺你 我賣個人情給你 這件事才是 情報戰的重點 為什麼情報人 那些二五弟 整天不用死 終於有一天 可能需要你幫忙 所以他們才會不殺他 或者留住他 或者他們才有籌碼 去跟他們做一個交易 但感覺不是 這套形作是因為 有可麗而保護他 有白鎮家 都說 我有奧臣超 我超強 真的不是這樣的感覺 我有守衛 我超強 每個人都是守衛 全部都是超人 你說說真目不助 沒有說真目不助 就算賣東西 旁邊阿蓮都很厲害 厲害 除了奧臣超 那件打不死之外 其他人 有誰能埋到他身 沒有人埋到他身 所以你說得對 我真的沒有什麼情報操控 所以說 有有情報 你不可以殺我的感覺 而是你殺死我 他曾經說過 如果你要贏真目家 就一定是真目家 自己 然後 其實有個位置 你說我真的覺得 是賣東西 最有機會發揮的 就是 當這個老西華 跟他單對單 然後他跟他 談判 講數 然後 那一刻 神父我有罪 那個案子 真的 我不是跟你說 因為有些什麼 掌握了某些東西 你不知道的東西 真相的東西 我擊退你 他說 跟你講道理 我現在跟你講耶穌 七元罪的人講耶穌 那一刻最大落差 就是明明 魯西華是一個活了八歲的老人 你跟他講道理 其實最難講應該是他 對不對 最難講服的 最難講服是他 還有就情做事 因為他看得世界上太多 才要做這麼多 那個小妹 和他動之以情 其實是真的有些 有難度 我肯定是因為 麻野已經掌握到 這個老人可以動之以情 所以就用他動之以情 嘩 他第一代情報就是 這個人其實對女生會心軟 所以我就用自己 去奮身進去 結果很成功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奇情出向這些 那一刻 那一刻是 唯一一次單一單 是手無寸鐵 最重要是發揮一個情報人員 最大的問題就是情報 我就是講到你 講到你害怕 講到你有懷疑 可能解決了 我講到你有懷疑 即是不用講局你 七分真 但是三分真是假的 我接受你 我已經是完成了任務 但是他跟他一起 最後講耶穌 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真的接受不了 是他突破的 動之以情那一下 這個奇情出向的 沒什麼錯 不過這個是一個小的拳戀 沒什麼錯 不過作者可能自知自己 都應該覺得是 有些不知怎樣爭不過去的 感覺都很快 所以很快兩段 偏覆的事 就是這樣 一向都是 什麼媽媽 我有惡神出現 我出現去旁邊 躺著那邊躺著 那邊躺著那邊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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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樣 但他未必贏到的 魯西樂 未必贏到的 魔神之血 沒有魔神之血 贏到的 魔神之血 是大小的 他軟眼兼絲 你不是金手指 沒有試過開金手指 也打不死 他不是金手指這麼簡單 他根本是輕人機 最後我們剛講的是 主線故事歌 但其實9S 除了這10集裡面 終於三月份 日文版就出十一輪 隔了三年 終於肯出十一輪 至於中文版是甚麼時候呢 還沒有一個日期 說少少東西 就是熱山透 其實他們這三年就不是沒有做事 開了另一個坑 沒有不負擔的開坑 MediaWords 電極文庫出版社 他們有出一個非興小說的文庫 他就在那裡寫一個以科學解決鬼神怪的小說 都是以科學解決鬼神怪的 不過這個就是後話 還有 其實9S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當時我最記得出的時候 還有一個逆者 我記得 翻譯那個人也很紅 為什麼呢 翻譯那個人也很紅 是不是很難翻呢 他功力不錯 因為他翻得好之外 他翻得好快 那時候出得好快 就是一兩個月出一次 曾經最瘋的就是 海星編還是Adam編 就是一個月出一本 差不多可以 一來即慢 應該是整個故事一起寫 大家都要記得 就是9S的小說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後的 其實 還有他名詞比較多 是難譯的 其實基本上是 我不知道他的電影式文筆 日文怎麼寫 但是他譯得很好 總之他做了那個畫面 總之就是 那時候說的笑 就是說 嘩這個位置都很遺產的 所以我看中文版 我看第一期的時候 我一晚就看完 他的劇力很好 還有就是說 影響的程度上 X那麼紅 就是 除了他劇情好之外 其實是不是真的紅呢 很懷疑 都算紅 他在日本不想紅 但是台灣華文圈來說很紅 如果不是 怎麼會來到他開簽名會 就是那時候 一件趣事就是簽名會 就是那個逆者出來的時候 都有人猜了 他在第一次現身 創意都有十十分鐘 還有提供說少少 第一本中文版出門的時候 他親自為 第一本寫了一個後 應該是後記 中文的後記 慶祝中文版出版 特別寫了一個後記 所以我覺得九一早早打到中國 打完俄羅斯受到中國 打完俄羅斯 他說好像會打台北101 不過這個題目的話 我就說回番外編 番外編 番外編就是出過兩本 一本Memories 一本SS 九SS 就偏向 十一S 十一S 偏向這個搞笑段編多 偏向這個小笨 偏向這個小笨 偏向小笨 我看了一回 然後九SMemories 就是前轉式多 他那個就比較 以其他角色來做一個主角 不是在焦點不再集中在猶豫和鬥爭身上 都有的 都有兩個編章 我自己最深刻就是 那個SMemories都說可麗兒和阿媽 就是那個俄羅斯人那裏 現在第二十集差不多主角裙 就是在寫俄羅斯篇之前先賣些梗 沒錯 阿媽首先那個角色數字真的很正 他和他扣父的互動 對 很不錯 丁山美人 但是又會做一些很愛的事情 角色數字本身好 而且我覺得那一刻最表現的 其實是短篇的爆發力 在這個山頭裏面 我自己為人救病 就是第一二集 其實表現比較差 就是 他的俄羅斯尾是比較虛的 我自己覺得是 他開始寫到很大的格局 例如實驗室 戰車帶著 後來收尾那裏 反而沒有一開始 那麼強大的刺激感 其實我覺得收尾都收得算好 但是你相比 之後有長篇鋪陳的話 你會覺得他們的長篇寫得好很多 就是他有進步 對 我覺得有進步 就是那個SMemories 他的短篇爆發力很強 他依然做緊囚的節奏 劇情方面的精彩 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分 因為是他分得少線 因為短篇是不會分太多線 你是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 我也是說 我試過做一件事就是 我將一個故事裏面 我折錄了那幾個位置 我就這樣鋪出來 我就這樣看那個位置 其實是很暢順的 你如果不是他拆開幾條線 所以剛才我怎麼會說 那麼抗傷的東西就是 他拆得太多 我真的覺得是 他拉鬆了自己的劇 他自己的劇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沒有辦法 他要多視點去描寫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 我想他要適當時候 就好像運用回合流那件事 很多時候是需要合流 他們是需要 不要說完全分開了兩個地區 一個人做一個東西 是的 A又做B又做B 然後又突然混在一起 但是他永遠合流 就是最終高潮才用過這招 這個是 這些多分箭或者群像劇 都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常用的手法 突然之間就突然收縮 變成一條線 這個是我想 希望他西伯利日篇會改善 是的 也都期待 終於行出的11集 我們都在這裏 等了很久 上一集 希望俄羅斯的角色可以多撐一會 我覺得很快日本的角色就會加盟 但最重點是 我想說你隔這麼久 其實讀者看得很辛苦 我近來為了看這個節目 找到網絡的Wiki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 很多東西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上集出了 他不出了下集 如果你說出了上下 跟著他停一排 沒問題 他就出了上集 但他又不出下集 那裏衰 給你猜 以這個差距點 就是好像在我們咪前 鏡花和我在討論劇情的時候 我講了大量的東西 鏡花是不記得的 對於一個 看了一個星期 先看完的人 和一個看了很久 拉散了來看的人 是兩個級數 你知不知道我上一次看《九一食》什麼時候 兩年前啊 這個三年前 有位嘉賓還說 不過可能我對這本小說有愛 我看了這麼多本輕小說 我都覺得這個質素很好 過了這麼久 我都大概會記得那個劇情 其實我很欣賞這部小說 就是作為一部輕小說 他做到一種電影感的輕小說 他的劇情張力很足夠 一張刺激有電影感的 不會說讀一段之後放下 之後看的 我一讀 可能是我的習慣 一讀 就整本都讀完 我才肯定 我也是 他想隱性是挺高的 而且我比較欣賞 他的角色素組方面 真的很真 真的 每一個人都很可愛 很可愛 不是那個意思的可愛 是另外一個意思的 總之 每個角色 他們都 好像說那些死的角色 很想他們翻山 第一集的那個人 我也想去翻山 橫田 十輝 不是那個拿著墓斬那個 墓斬 墓斬就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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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人已經死了 就不會再翻山 不會有什麼超科技 那些人翻山 我馬上扔輸 我欣賞他 他的角色素組方面 感覺是很偏何利活式的角色素組 但他可以套到一個日式小說的劇情 他用這個才是最巧妙的地方 這套作品裏面 我欣賞就是他多勢力表写 因為很少的 譬如說有些小說 通常是一個勢力對一個勢力 比較再亂一點就是一個勢力對一個勢力對一個勢力 就是三勢力 混戰 但是他講到這麼多勢力 又寫得 令人覺得OK 有趣 精彩 雖然他有很多勢力 但是很多勢力一集之後就消失了 那倒是 我們數回那些蜜樂衣 ABCD那些字母 字母組 字母組 字母組一半都沒出 四分一都沒出 死光了 這個 我覺得他多勢力那件事 我會贊賞的並不是他同一時間寫 多勢力 他記得有這個勢力 這個我覺得是現在的興趣 我覺得尤其是 我想大家看《金書》目錄是最嚴重的東西 原來他的勢力還在 我都忘記了 原來失覺了 這方面是很嚴重的 但是《9S》我會讚賞的就是他這個 無論是一些伏線位 他不會拖得太久 他聰明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都怕人忘記 或者就算不用 我都會挑他出來 說多一點點 之後再繼續鋪下去 不要就是不理 放展戲這件事就是 世界上最極惡的東西 放展戲這件事就是 放展戲這件事 放展戲這件事 還有我另一件事很欣賞 譬如說他分了這麼多勢力 譬如說有幾篇是 某兩個勢力 因為你一定說是合作關係 他解決了那件事 之後他就分開 這個我覺得 敵人就是朋友 譬如說第一期 柔宇和ADM是合作關係的 然後到後面 要捉回柔宇 他又變成一個敵對關係 這裏我覺得都寫得不錯 即是不像那些少年華 那種對白分明 譬如說你對 譬如說龍珠 你對完 打完 你就永遠加入我 就不會說再脫離 又變回邪惡那邊 比達又脫離一陣子 這個我會計 歸功於他的角色 剛才說好像伊達也好 八代也好 對他們的原則是非常重視的 對 說回伊達和八代 其實我覺得伊達可以這麼嚴肅 維持一貫的姿態 因為八代在旁邊有搞笑 所以才可以 但其他配套上的兩個角色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八代的話 伊達其實會不會都需要搞笑 我覺得 整個故事 我會最欣賞就是八代和伊達 還有就是 迪元 八代的部下 他們三個之間的互動 很划算 我最記得八代一開始 每次跟迪元說 咦 我在扣你糧 然後叫他多給他做 然後有時候伊達都會優 八代一陣子就說 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然後八代就說 嚴不嚴重 先減我薪 他們這種對答我覺得是有趣 每片都有趣 那個角色 你比其他作品裡面的角色 是突顯到就是那個角色裡面的 他自己本身的價值觀 他自己本身的價值觀 我覺得 這件事是做得成功的地方 比樹林你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伊達以後 有些什麼三長兩短故事 可能就是八代錯的那個位置 然後八代可能就會變成 好像現在伊達那樣 他可以嗎 他可以嗎 不是 我覺得 不是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跟著伊達在Adam 片段的時候說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就叫八代 搞定他 然後他說 我辭職的 哈哈哈哈 你說明了 你說明了我辭職的 可能傲嬌緊 因為有上下 然後當八代在上司身份 跟迪元去說話 他說 嗯 放心吧 我不會虧待你的 那個任務之後 然後 不是加他薪金 而是升他權限 哈哈 做多些事 灰了 最重要的是 我剛才就說 我為何會欣賞這個 所以我記得這個 當然 然後 然後突然 他說 我不再升權限 然後告訴你 所以 我不做 我覺得這個是 我會在9X上面 會欣賞的地方 還有這套 還有幾多的復不 未解決 我都期待發展 你又想發佈什麼 希望不用燒給我們看 燒給我們 等他出賣 不過想想 美國打完 俄羅斯打完 真的沒什麼地方可以打 不可以好像禁書 又去歐洲又去哪裡 但我意思是他出了西伯利亞篇 代表他不直接進入禍神之血 不是 其實作者 沒有機會 因為你現在打人愛 西伯利亞篇是有生命體出現 對 打人愛 其實作者都說會完 會完 出了這篇 應該都差不多完 即是還有一篇 西伯利亞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他說已經突入 最終章 勇次郎是時候出現一下 出現了 但仍然是很迷 不要神龍不見手不見美 真的回到萊塑 回到萊塑 講一件事 策劃的問題 策劃的問題 策劃換過 其實策劃是跟不上葉生透的接受 我好記得有一張策劃和一段故事 他就講 Adam篇裡面 講 美國那位 呂兵 拿了一支槍 說到這支槍是 反一黑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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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微型化之後 跟著策劃是畫了什麼槍出來 幾乎是2000級的槍 我真的打到 哇真的幾高科技 反火歸真 你有沒有看什麼年代 那支 那支 很細支槍 但是一按 黑招 那支 黑招 但是人家給我看得到科技 他那支看得到 很可憐 感覺就是 剛剛說到 有些文字表達不到的東西 其實作者有時候都未必想到 怎麼說給他聽 那個插畫都不會畫的感覺 但是講插畫 其實我覺得他 他轉個插畫師來的 他一至第九期 就用山田 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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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山門 那個人畫的那些 畫他畫女角是不會畫的 畫女角是畫得很差的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是 藍角就OK 如果有看策劃 有幾幅圖 哇 我一直覺得魷魚的樣子很難看 一開始他畫魷魚畫得很差 但魷魚畫得很差 可能我們習慣了 習慣了會這麼差 我看了幾個策劃 然後最後我跳過策劃 不看了 留個未好的幻想給自己也好 自己想一想 還有三本大和後期 愈畫愈滑 去到第九期 他因為要畫紅 他畫紅 所以就 我沒有想要辭職還是什麼 可以被人找 我換過策劃 那時候有一個小小風波 就是他幫紅 一部輕小說 就是習英社那邊的輕小說 畫策劃 之餘還畫幻畫版 所以他就 撥的負荷量很大 所以就變了 可能因為這樣 就不再做 不再做 就換了一個 是珍田 珍田什麼什麼 珍田什麼什麼 其實那時候最大爭議 就是換策劃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換策劃的時候 就已經不記得了 三個片搞明了 我忘記了什麼 就是珍田 珍田 他開始第十集的時候 換策劃本身已經很大抗拒 還有三本大和的時候已經很紅了 因為已經習慣了山田的畫風 還有最重要的是 第十集的時候 他畫到 封面畫得柔軟很奇怪 其實 是不習慣 現在想回 其實毛魚應該這樣畫的 應該 很久都畫錯了 眼睛畫大一點 應該都OK 因為那些人說 最不習慣 臉怎麼這麼大 臉又這麼大 但其實約一個女性 又沒有怎樣 粗 我想 這樣看 因為本身 小說裏面 給他人的印象 因為他真的是 叫做 美人 不算是美人 算 他寫 他寫 但如果給他那個動作 他叫做 英氣 你可以叫做 並不是說 不是阿萌 不是說 可能是 阿麻爺 那種類型 可能 因為不是的話 兩個角色 就寫了 他 但是他的剪圖 是一個少女 所以我想想跟他 那個少女式的設定去畫 而且尊重 尤其是 封面比較差 封面比較不習慣 內頁插畫 彩畫 大家順眼很多 而且看 特派插畫質素 一定更高了 至少一定 你說封面的頭九期 你幾乎看到 尤其是沒有穿過裙子 全部都是牛仔褲 他根本就不穿裙子 他根本就不穿裙子 他根本都不穿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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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已經很習慣 他已經用回那種畫風 他用回那時候 內頁插畫那種 魷魚的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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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OK的了 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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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